- 啊! 可爱! 救我的包包! 什么啦! 什么啦! 这是又什么啦! - 这是这一颗! 这一颗牛仔小金球! 大家好! 崔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呢,人在车上! - 要去哪儿啊? 爸爸去哪儿? - 爸爸,爸爸,你要去哪儿? 我们今天呢,其实墓地是往指南宫去,这样子 - 指南宫的金鸡很厉害! 对,然后我们其实又请一只金鸡回家 但重点是呢,就是其实有非常多人问我说,包包怎么样保养啊? 还有什么洗包包啊,什么肚膜的事情 其实非常多人会担心说,会不会包包不见或什么之类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他们工作室实际的状况 然后还有拿我一些手边需要镀膜跟清洗的包包过去 好了,那我们就带大家逛逛金鸡,拜拜财神 然后顺便带包包去洗,这样子 喜欢今天的主题呢,记得先帮我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 然后记得每周三每周日都有新影片哦 我的影片频道呢,是关于所有女生变美变好的养分 大家订阅下去吧! 订阅订阅! 订阅! 走吧! 我们现在要来借发财金 要先还金才能 已经还金了 诶,这张都是圈圈耶 要填这个 我等一下要填 写下你的资料就可以哦 啊!可爱!救我的包包! 哈啰!救我的包包! 这是又什么啊? 这是这一颗 这一颗牛仔小金球 OK 我买了,其实我就是不太敢拿出去 对 很怕弄髒 是,没错 一定会 而且这一颗就是超级贵的 所以我那时候想要 非常难强 对 但是就是我就不敢背它出去 我想要先镀膜 好啊! 镀膜完之后我才能够快乐的使用它 没错 它目前是真的就是全新的状态 全新的状态 因为这种包的话其实它就是 除了它的颜色非常特别之外 当然是 基本上说就是 可以保持它的原状嘛 对 所以我也非常建议各位客人 就是说假如你买到这种 布子类的包 也可以做镀膜的防护 我想到我最近要新买一颗新包包 不要买了 不知道吗? 但是今天 我等一下要背它 所以下次赞给你那个彩克好不好 好,对 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白色的 之前有给大家看过 超期待的耶 超费 这个也很难买啊 对 但是因为它是白色的 我又很怕它变黄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买过 香奈儿的那个白色的包包 结果久之后全部黄掉 一定会 所以 我也很害怕 是不是做完膜之后 它就不会变色了耶 它就会比较抗氧外 尤其它这种包包都会国外制造 那做完之后它那边 比较干燥的话 那包包比较好维持 但是一到台湾的话 因为台湾的天气的时候 比较潮湿 就让它 第一个可能变黄 然后再变旧这样 你看我连胶膜都不敢拆掉 就怕它坏掉 就是背带的部分很麻烦的 好 没问题 我们这个都会一起试作的 YES 然后第三个 最后是大魔王 这是一个古董包 它是那个一个流书古董包 很帅的 但是它有点发霉 就是发霉吗 这个就是感觉就是 可以是张物或是发霉 对 张物或者是发霉 然后我就有点不太敢背它 我想说先给柴克处理完之后 而且重点是害怕 它会传染给其他宝宝 对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 包包传染寄过 就是因为我把这种包包堆在一个地方 对 然后除了这一颗之外 有其他另外一颗Prada的包包 它里面已经有发霉了 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帮你在做渡门吧 可以防水器啊 然后防霉化这样子 嗯 好棒 没问题 这要带多久啊 大概一年吧 哈哈哈 因为我们只要被夸张 我们在处理的话 大概也要一到两个月左右 内外都会做整理 对 都比较仔细一点 好的 那就麻烦你了 好 OK 期待期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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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已经是拍完前面了 现在几个月了 大概一个多月 大概一个多月了 对 那我们也收到Dearback 帮我剁完膜的这些精品包包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几皮的 面还有一些脏污的问题 因为那个状况比较不好 它处理比较久 但是我们现在就先开箱 这两款包包 因为最近就是梅雨季节 非常非常的严重 然后其实我就是每天IG 都会有人问我说 精品的布包怎么样保养 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会去度膜这件事情 它度完膜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 它其实还满精神 弄得好像一个蛋糕 然后它就上面写说保养或度膜后的温馨体型 要收到包裹后要立刻取出包包 然后说不要闷在里面太久 不然有可能会变脂 然后请勿放在防尘袋中 要空气流通 皮革可以呼吸这样子 那我这次拿去度膜的呢 是这一款就是牛仔包 因为那时候我跟大家说过 包包买回来之后 其实我都一直捨不得背 因为很怕它会弄脏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叫做布料度膜这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很像有一层薄膜 或者很像手机度膜啊 完全不是 就是基本上你收到的包包呢 又跟 你拿去也差不多 对 原始的包包一模一样 你不会摸起来任何触感的差别 那大家会以为说 诶那度完膜之后 我就可以就是把酱油撒在上面啊 类似什么东西弄在上面吗 可以吗 它就不会脏了吗 它还是会脏 重点是呢 它其实保护了我们布料里面的纤维 那它其实做一个度膜的这些方式呢 就算今天你弄到了脏污 你也可以拿去给这种洗包包的 完全帮你洗干净 或者马上处理就可以把它送掉 对对对就是你自己处理 也可以马上把它弄干净 就变成说比较不会难以处理这样 再来就是这种布料精品包呢 它其实比较问题是久了之后 它的布料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质 会氧化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家里面可能湿气很严重 因为像昨天就有朋友问我说 诶崔咪 请问你这些精品包 你有买防潮箱来放包包吗 可能以前大家都要用防潮箱来弄包包 那其实镀膜的概念就是它自带防潮箱 所以它这些东西它等于湿气不会跑进去 它包包就不会发霉 然后我这次除了这颗牛仔包也去镀膜之外呢 我就是还有镀膜了这颗我白色的包包 这款白色镀完膜之后它的皮革变得好像感觉比较亮一点点 但是其实呢也没有就是特别的感觉 皮革也没有变硬啊什么之类的 重点是这些金属其实也都有一起就是噴到那个喷雾的镀膜喷雾 它也比较不容易变色 我觉得它的优点就在这里 那如果呢你本身觉得啊去镀膜什么有点麻烦 我会建议布料的包包也有机会可以用这个 它是结包衣库的这个防御公式 然后它是一个奈米剥水油薄膜 但这个的话我就比较不建议喷皮革的东西 因为皮革的东西跟布料东西比较不太样式 如果这里面有一些酒精的东西的话 它是有可能反而让你的皮革产生变质的问题 如果你要比较安心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去镀膜这件事情会比较安心 然后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来喷一些 你的鞋子啊或者平常 对鞋子啊比较常在飞 比较常在使用的东西之类的 好了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牛仔布包的保养方式 然后还有我浅色包包的保养方式 基本上就是去镀膜 像这种鱼子这样皮革啊 基本上你其实也不太需要 不要这样再闻它了 其实也不太需要特别去保养膜 当你镀完膜的时候 就是每次有点脏脏的话 稍微用皮革布擦拭就好了 就可以了 不要吸猫我吸香奈的 不要就吸 没有说要让你吸 那今天以上就是我们包包包的方式 给大家参考 然后新包包终于镀完膜之后 就可以背出去了 耍帅啦 开始狂背 牛仔就是要夏天背啦 终于可以背出门了 我终于敢给他大力背出门了 为了就是镀膜这样子 好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我是你们最爱的Fashion Baby 记得每周三每周日都有新影片啊 如果有些包包板我上面遇到的问题 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咯 我们今天会帮你解答啦 好啦那记得每周五 会在IG的线登会有 精品诊疗室的开放大家问题的时间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周五的时候 来问我们问题 然后我们也拍视频 就是拍给大家 记得追踪崔咪的IG在这里 然后我的IG在这里 记得追踪下去 好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我是崔咪 我是Fashion Baby 拜拜